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鏡頭前面 這兩盆的抽石盒 那... 分享的是什麼 我就是用了... 比傳統來說 沒有用到一些傳統的植料 譬如喇叭石 桃粒 一些水苔 最近我用了 插花泥 來種植 之前也有幾條影片介紹過 插花泥 來種我的蘭花 那我就拿了兩盆的 抽石盒 去配合一個叫插花泥 那我就把插花泥切成一粒 來做植料 那...都隔了一段時間 用了之後 那...這段時間有一點天氣 有一點回暖 已經是 那我就發現呢 因為之前買回來的時候 有花 而開完之後 分拆了之後 就分珠 那我就將它用了這個植料 那...隔了大概是一個月 多一點 那...就可能又回暖 那...就開始有一點點跡象 那...一直都是用了這個植料 那...最近呢 我就看到它裡面呢 中央就開始有一個 新的芽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OK 那...因為基本上這個是老珠來的嘛 這個老珠呢 基本上是不會再有花開的了 因為它中間中央呢 已經是... 開了花了 所以基本上就... 這支花呢 就是... 這支的植珠呢 基本上就是沒有的了 只是... 靠它旁邊呢 培植一個新的... 新芽出來啦 那才有機會再... 可以開到花的 那... 那... 用了這個的拆花泥呢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它... 比水快脆 又乾得很快脆 那...在裡面... 如果... 視乎你的杯啦 如果你的杯呢 杯身呢... 洞比較少呢 那它保存的水呢 那... 那當然啦 你怕它爛筋呢 那你可以選用就是 用一個的杯 在杯身呢 打多一點的洞 那可以讓它透氣一點 那我這個呢 就是底部呢 沒有洞的 但是整個杯呢 都是開洞的 那... 現在這個的效果呢 都暫時都OK的 因為... 它可以生到啦 長生牙啦 和筋 我見到它都沒有問題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筋 隨時可以拿出來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些植料是沒有黏著它 沒有黏著的 OK... 那... 這盤也是啦 這盤就... 兩個顏色不同的 嗯... 那... 它裡面的底部呢 都是一樣開始有些新的牙出來啦 那... 暫時來說 這樣看呢 都覺得它是適應這隻的植料的 那... 遲下如果能夠可以真的有... 植株會再大一點 甚至乎開到花的 再跟大家分享啦 那我今次介紹呢 就是... 嗯... 抽石盒 利用拆花泥來種植這樣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這裡 OK... 拜拜...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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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